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学毕业后去了国外留学 儿子在国外留学那些年 我和丈夫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全部供给了儿子读书 甚至还借下了一些钱 儿子毕业后 就在当地找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认识了国内去的留学生校会 他们在那里成家立业了 我们曾经去过儿子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可是语言不通 生活非常不方便 我也曾自己苦学英语 但是我年龄大了 那些单词总是记不住 只能说一两句简单的口语 最后作罢了 老伴说这把年纪了 学什么英语啊 反正咱们只能在国内养老 说句实话 儿子刚刚出国留学那几年 每当和老同学 老同事说起儿子 他们满脸的羡慕 我也是非常自豪 觉得儿子学业有成 给我们争光了 可是年纪大了 现在谁在问我儿子在哪 孙子多大了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说儿子在国外 因为在别人的眼里 我们就是空巢老人 我们非常羡慕那些儿女离得近的老人 他们能享受天伦之乐 养老也有依靠 儿子经常给我们打视频电话 但是由于时差 儿子打来电话的时候 也许我们正睡着觉 常常说不上几句 我们就困得挂了 而媳妇经常给我们寄各种昂贵的营养品 还有买那些大牌的服装 但是说实话 人上去年纪了 对吃穿没有多少要求了 我们只想经常见到儿子 但是这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远谁解不了尽客 儿媳妇小慧也是独生子女 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学历比我们高 收入也比我们多 小慧的父母住在一线城市 他们家的房子是150平的 住在教授连排花园里 我家住在一个三线小城市 生活条件相对来说 远远不如小慧父母家 儿子家有了孩子以后 我和小慧的妈妈轮流去国外帮着儿子家带孩子 她也表示 以后想去国外养老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语言不通的老人生活在国外 一切都非常艰难 那年春节的时候 儿子和儿媳妇回来过年了 为了大家能团聚在一起 亲家邀请我们去他家里过年 我们去了以后 亲家对我们非常热情 他家住房宽敞 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房间 吃年夜饭的时候 亲家说 现在咱们都上去年纪了 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 孩子们又不在国内 以后怎么办啊 亲家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的确 我们的身体都开始出现各种状况了 我老伴有心脏病 我也血压高 马上面临的养老问题 让我们忧心忡忡 现在亲家一说 我也是安身叹气 儿子和儿媳妇坐在一边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想让他们回到国内工作 可是也张不了口 孩子在那边有事业 我们不能拉孩子的后腿 这时小慧想了想说 我有个提议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咱们两家不如合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抱团养老不好吗 接着小慧说 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邻居家几对老人抱团养老都很成功 既然毫无利益关系的邻居 都能在一起抱团养老 那你们是亲家 更应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呀 大家在一起可以相互帮忙 相互照顾 这样你们再也不用孤单了 要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话 大家就帮忙送医院 还真别说小慧的提议 马上得到了我们的热烈赞同 亲家笑着说 对呀 你儿的提议太好了 我们家房子宽敞 这里生活条件好 你们就来我们家养老吧 儿子一听也非常高兴 他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但是无奈苦于远在国外 平时也照顾不上我们 他马上说 你们这样在一起抱团养老 我和小慧在国外就放心了 为了能让儿子和儿媳妇 在国外安心工作 也为了让我们老年有个照应 我们决定来亲家这里抱团养老了 我们回去收拾了衣下东西 把所有的衣服都提前打包 快递到了 亲家房子不住了 一直空着也不是办法 我们挂在中介上 很快就租出去了 每年租金三万块钱 我的退休金是六千五百块钱 老伴的退休金是七千一百块钱 这样再加上我们的房租 养老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再说 我们手里以前还有点积蓄 我和老伴也商量好了 我们是去亲家养老 住在他家里 我们就应该多花点钱 平时买菜做饭的 我们主动一些 家务活 要多干一点 老伴说 那是应该的 再说 我们是儿女 亲家是最近的亲戚 就应该好好相处呀 何况咱们是在人家那边养老啊 刚开始我们抱团养老的时候 亲家很开明 他说 咱们把话说在明处 咱们就水纸 就是每家每运拿出几千块钱 来当作生活费 水电费 物业费也是平摊 平时个人的生病费用自己承担 刚开始 我们和亲家生活得非常愉快 我们都希望一处放进往一处事 平时生活也比较节俭 不浪费 反正省下都是给孩子们的 平时大家一起去买回菜来之后 基本上是我下厨做饭的 小灰的母亲一直养尊厨优 他说这辈子很少下厨 都是他的老伴进厨房 我一听就明白了 我总不能让一个大老爷们下厨房吧 再说 我也会做饭 我主动承担了全家人做饭的任务 每当我做饭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就在客厅里看电视 吃水果 有时小慧的母亲也过来看看我做饭做到什么程度了 虽然每天做饭很累 但是我也没有多少阅言 我们是儿女亲家 我就不能去计较了 每天晚饭后 我们一起出去散步 望着闪烁的霓虹灯 看着美丽的大城市的夜景 心旷神怡 有的时候 我们还相约一起 去那些有名的景点去游玩 亲家带我们游了个遍 当然出去玩的时候 都是有我们买单的 大城市的饭菜却实贵 每顿饭三百五百的放不到哪里去 还吃不了几个菜 这个城市的所有景点都逛了 完了之后我们也就很少再出去游玩了 只是偶尔出去散散步 多数时间大家都待在家里 大家打排或者下象棋 日子平静而又充实快乐 虽然小慧的父母和我们讲好了事业 爱智 但是我们心里有数 我们是在人家养老呀 因此我们平时就花钱多一些 比如隔三差五的我们请亲家出去吃顿饭 或者给亲家买件衣服 买件米物在一县大城市消费切实高 只要我们不控制一些 每个月三千五千的就这样花出去了 我和老伴散了一下 自从我们来到亲家抱团养老 我们每个月的退休金 画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的心里有些发慌 这样一分钱都攒不下 那可不行啊 要是以后生病住院怎么办 甚至请护工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和老爸很焦虑 但是也不能说出来 老爸安慰我 暂时先这样吧 以后我们花得少一点 总得攒点钱 从那以后 我们除了和小慧父母平摊生活费 就很少再请亲家出去吃饭了 给他买的礼物也少了 我发现亲家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对我们说话 不冷不热的 我们就装作看不见 有一天下午 小慧的爸爸妈妈说 他们要出去逛逛街 我和老伴就在家里 把中午的剩菜剩饭热了依热 吃了吃完饭我们也出去散步了 小慧的家在一条江边 风景很好 我和老爸信不走到了江边 在江边有一家有名的餐厅前 我们看到小慧 爸爸妈妈从里面走出来 小慧的妈妈用纸巾擦着嘴说 这里的红烧鲑鱼太好吃了 怪不得是一道名菜呢 小慧的爸爸说 改天我们再悄悄地来这里吃 可不能让亲家知道啊 当时我们正好走在灵音道的暗影里 亲家根本不知道 我们也出来散步了 我们听到了他们老两口的对话 心里很尴尬 也很不舒服 以前我们经常请他们出来吃饭 可是现在他们竟然背着我们出来吃好的 小慧的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我曾经花了一千多块钱 买了一条珍珠项链送给她 过了几个月后是我的生日 我一满怀希望 以为她也会送我一件礼物 没想到老伴去给我买回来一个生日蛋糕后 小慧的妈妈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张罗着切蛋糕吃蛋糕 我的心里又不痛快了 老伴还在安慰我 咱们在这里养老 说句实话 就是寄人理下一些委屈我们该吃的吃 该忍的人别去计较那么多 的确 我们在这里越来越有了寄人理下的感觉 我天天吃苦受累 做饭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我们把退休金都花完了 也没有换来亲家的笑脸 儿子和儿媳妇打电话的时候 问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我们就故意强装笑脸说 在这里养老可幸福了 亲家陪着我们在大城市里生活条件又好 你们放心 就是 我们不能让儿子和儿媳妇知道我们在这里过得不舒心 再说 我们的房子也租出去了 说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有一次 亲家两口子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起来了 开始他们在卧室里争吵 后来又在客厅里吵 亲家说家里天天这么多人 吵死了 你还让我干着干呢 想把我烦死呀 原来是小慧的爸爸 想让小慧妈妈帮他运运衣服 他急着出去 要见一个老朋友 刚小慧的妈妈 说家里那么多人 天天吵死了的时候 我和老伴对望了一眼 赶紧回到了卧室 我常常的叹了一口气 老伴也是非常沮丧 哎 在亲家这里养老不容易啊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从那以后 在亲家面前 我们天天陪着小心 还得陪着笑脸 我非常委屈 我在想我们这是图了什么呀 虽然我们以前住在那个三线小城市 但是衣食无忧 住房宽敞 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花钱看脸色呀 那年儿子和儿媳妇又带着孙子回来过年了 大年初一 孙子给我们半年的时候 小慧的母亲拿出了一个两万块钱的大红包 我和老伴只给了孩子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还是我们的房租 因为我们平时的退休金都花光了 亲家就不高兴了 他当场奚落我们说 当姥姥的都给了两万块钱 你们当爷爷奶奶的怎么好意思给这点钱 拿得出手买 儿子一看 他赶紧对岳母说 妈 爷爷奶奶的钱早就给了我们了 我们年前刚刚回来的时候 就给了我们两万 让我们给孩子过年买点东西 小慧一听也明白了 他赶紧附和 说 对对对 爷爷奶奶已经给了两万了 比你们给的还多呢 我感激地朝儿子和儿媳妇笑笑 多亏了儿子和儿媳妇这样替我说话 要不我这张老脸往哪里割呀 那段时间天气很好 亲家说我们两家出去旅游一次吧 我们去考察了几家旅行团 最后确定了一家服务这样不错的 口碑比较好的旅行团 当时是我老伴取交的团费 我们去了南方旅行 美丽的山山水水 的确让我们心情大好 亲家说后悔以前 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出来玩在每一个旅游景点 请假都要买纪念品 请假买东西我们也不能显得太小气 我们就一块付钱 自己也买了一份 后来只要买纪念品的时候 亲家就得让我们交钱出去旅行 回来我们自己算了一下 这一趟旅游花了三十四块钱 亲家一分钱没有掏 老伴说 以后咱们再也不敢出去旅游了 这一趟旅游 我们一年的房租搭进去还不够呢 旅行回来之后进假 可能由于劳累的原因 他生了一场病 住院了亲家 住院期间我天天像保姆一样照顾他 我给他洗脸 梳头还得帮他揉腿 我也是老年人了 把我累得够呛 老伴就在家里做饭 做完了饭 他马不停蹄地给我们送来 而小慧的爸爸依然像甩手掌柜一样 在家里喝茶和朋友出去打牌 只有晚上的时候 他才来去医院陪护 照顾小慧的妈妈 小慧的妈妈想喝鲫鱼汤 我就赶紧安排老伴去菜市场买来鲫鱼 炖好汤之后送到医院 可是他尝了一口之后说 这鲫鱼汤不是野生的 明显有一股你欣慰 是个人喂养的 他又咸 炖汤 火候不够汤还不够白 说是没有把鲫鱼里的营养都炖出来 他把鲫鱼汤推到一边 说我不喝了 你再给我点份外卖吧 那颜色 那神情就像一个大小姐一样 我生气而又郁闷 但是也没有办法 亲家毕竟正在生病 我只得按他的口味给给了一份外卖 花了一百六十多块钱 亲家出院时 小慧的爸爸说他手机里的钱不够 还差六千块钱 让我们先给交上 我和丈夫互相瞅了瞅 我们明白了 其实他就是想让我们给交钱 你想想来 交住院费还不能带银行卡吗 我迟疑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去把钱交上了 回到家里后 我们相对无言 我说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吉人篱下的滋味了 我们回家吧 丈夫也说 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们回想了一下 我们和亲家抱团养老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我们花光了退休金 把房租搭进去了 而且我们的积蓄也花了不少 丈夫苦笑着说 亲家这一年应该藏了不少钱 因为平时基本上是我们在花钱 而且还是我们在受累 本来我们以为亲家在一起 抱团养老 有儿女这层亲密关系 我们会相互体谅 相互帮助 其乐融融的 没想到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正好我们的房子也到期了 我们和租户说了不再继续往外出租了 就这样 我们回来了 当儿子知道我们回来之后 他没有多说什么 儿子很聪明 他知道我们是在亲家那里待不下去了 儿子沉默着 没有说话 他应该从能从我的脸上 看出了我心里的委屈 过了些日子 儿子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 我和小慧商量好了 我们决定要回国 这几个月我已经从网上在国内投了几份简历 我已经和一家大互联网公司签约了 很快就能回去上班 儿子的话 让我万分惊喜 甚至是欣喜若狂了 我连声对儿子说 太好了 你能回国工作 这是妈妈最大的愿望 儿子说 落叶归根其实是每个在外华人的理想 现在趁着我还年轻回国创业 重新开始吧 主要是我得给你和爸爸养老啊 儿子的话 让我的心头一热 多么贴心的儿子啊 和亲家抱团养老 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们依然保持良好的亲戚关系 我们不愿亲家 父母和子女之间都要保持合适的距离 何况亲家之间更得保持距离 在一起抱团养老 天天在一起相处 矛盾是在所难免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